好 我们回家上一课那种啊 上一课讲什么来着 上一课讲的是这个 这个电是吧 电能够出声音 什么声音呢 风鸣器 嘚一声 这风鸣器它是怎么出声的呢 它就是拟通电 它就震动 它就有声了呗 这个震动有声了 这个如果你这个电 电流不够怎么办 那就需要一个三级管 是一个开关作用的 这么一个元气架 有一点电 就小电流带动大电流 是不是风鸣器就有声了 这个就是贝尔公司生产的 这种开关作用的这种三级管 这很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阀门啊 这些东西 这里阀门开关 你一拨动阀门开关 哗水就通了 你一关 它就关上了 你这费不了什么劲 开关很容易 但是呢 这水从一楼拿到六楼来 这是不是劲儿挺大的 那你不用管 你不用说亲自把这个水滴了上来 多沉呢 不用 你就是开一下开关 水层一下上来了 哎 这就是一个阀门的 这种感觉 它是用这个 一个小力 去驱动一个大力 这种感觉 哎 当然除了这个力 来驱动的之外 光是不是也能驱动呢 后来温度是不是也能驱动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控制开关性质的东西 但是这刚开始有这三级管的时候啊 其实还不是很好用 一是贵 有多少钱呢 二十美元一个 真空管当时才一块两块的 一美元两美元的 而且呢 就是不好用 也不稳定 什么东西最开始都是这样的 火车最开始也跑 跑不过马车的 那怎么办呢 用马拉着火车走 是吧 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固体的晶体管不用 不用预热 而且呢 能耗低 寿命长 体积小军方那还有很多需求 那慢慢就发展起来 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好用 这个贝尔公司 贝尔实验室的这个母公司 AT&T呢 就越来越厉害了 但是呢 它也面临这个反垄断调查 你越厉害就越垄断 越垄断 你就得被调查 这种局面下 贝尔实验室呢 决定把晶体管这个技术 开放出来 但不是免费开放 是有差别的开放 首先 那是北约成员国 其次 你得交纳 两万五千美元 这样的公司 就可以使用晶体管的制造技术 和生产权 这种策略很像什么呢 很像这个 我们所说的OEM OEM代工 或者贴盘生产 这种感觉 就是你有牌子 我这中包出去了 或者加盟连锁了 大家众人实在火眼膏 一块干嘛 你弄点 我弄点 各种山寨小厂 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比如说德州有这样一个小厂 它不但用折管的三级管 而且把它进化成了硅管 硅元素 做三级管 除了德州企业 日本的企业也过来了 有一家做酒的 最开始的日本的清酒 还有这个做豆酱 他这个酒叫什么呢 叫紫日松 这个名字来自于万叶级 他这个家族企业 除了做酒之外 想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做这三级管吧 买了这个技术 买了晶体管的技术 然后呢 逐渐发展 这个企业后来叫做索尼 还有一家是谁呢 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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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最开始的时候 做的是一种电池带用器 什么叫电池带用器啊 就是说家里边的主要的电源 是什么 是电池 当时换电池就跟换牛奶似的 每天 这是您今天的电池 拿来换 换了之后 就是到充电厂去充电 每天都换电池 才能有电 听广播这种感觉似的 但是逐渐逐渐这个建筑啊 家里都有这个普通的供电系统啊 但普通的供电系统 必须得给普通供电系统的这种电器来使用 传统的还是这种电池 那么办呢 那就用一种电池带用器 把普通充电系统 这种这种插座变成电池 来供这个电器使用 这么一个当时的产物 他呢 也开始做这个三级管 是早年间的这个二级管三级管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还挺搭个的 二级管都挺搭个的 后来呢 这就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就有标准的封装 有标准的管角之间的距离啊 这个那多长啊 就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 一个生产规范之类的东西 这摩托罗拉呢 就随着这无线电工业 就这么发展起来了 他不但跟着无线电一起发展 后来最早的手机也是摩托罗拉的 那么我毕业那会儿 摩托罗拉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是最好的外戏 大家都愿意去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听起来很棒 而且名字也很好记 怎么记呢 摩托再好也得罗拉 是吧 摩托再好也得罗拉 这就是这个摩托罗拉的这种叫法 当然这摩托呢 就是古代的电机 古代的电机并不是说 现在的今天那个一给电 还转这种电机 古代电机是什么呢 是蒸汽机 蒸汽机 这种蒸汽机 当时的朋克呢 就是蒸汽朋克 今天电子世界的朋克 就是什么呢 赛波朋克 打开油门 启动汽车 打开油门 很小力量 就跟那开关一样 小力量启动大力量 这种感觉 老式的机车 这个东西怎么玩呢 你看啊 这是加热的东西 这是一加热 就怎么样呢 它就往上推 然后这边呢 它就有冷的东西 冷东西呢 就往下压 然后这有一个驱动起来了 那咱们具体来看看 这东西怎么玩的吧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斯特林发动机 这个里面呢 有这样一个管 负责动力 这边呢 这边呢 负责运动 那这个怎么怎么样跑呢 其实就是这样 比如说 这个你看啊 这块如果加热的话 那这是热空气 热空气就怎么样 热空气就 把这个就 就把这边压缩了 把上面这块压缩了 把热空气压到这来了 这边呢 就是冷空气 冷空气又怎么样呢 冷空气就 就收缩 收缩就 就揉 它再回去 是吧 就把它这个 又又捅回去了 捅回去之后 就变成热空气了 热空气再怎么样 再膨胀 膨胀 一边冷一边热 然后一边收缩 一边压缩 这样就 这边热 对吧 热 热过来 就跑这儿 再膨胀 膨胀起来 膨胀起来之后怎么样 冷 冷就怎么样 冷压缩压回去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它如果在火上 就会怎么样 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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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转起来了 对吧 我们跑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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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